有可能 这因为他们是往那个新发地方上走的 具体情况不知道什么情况 就是因为韩丧嘛 他的小区就被封了 为什么呢 是因为他小区有一个人感染了 就是隔离了 就是他们是出不去的这么一个状态了 然后还有他的朋友 是因为经过那个新发地方 hello 大家好 星野 大家好 是野菜 最近 我们不是说你也回到春节前吗 最近有很多朋友 关心我们的现在的一个状况 因为现在疫情又是一个反弹 然后很恐怖的这么一个状态 大概是12号吧 12号 我们好像听到了第一条的一个新闻 说是在西城区有一例感染的病例 但是我们觉得也很差异感觉 你之前不也住在西城区 其实那地儿离我家特别近 附近吧应该算是 然后当时就是一近 知道吗 你这样一松好 我们的新闻如果发现一例之后 你现在马上就要面临小区封闭 这是最让人头疼的事情 又让我想起了2月份那时候了 其实当时在武汉的时候 那时候第一例的时候 我当时就特别紧张 经历过4次 我有很爱看电影 或者就类似于这种灾难片 或者怎样 我最爱看的节目是什么 Discovery Discovery Giography 然后还有Netflix的那个纪录片频道 所以我去台湾的时候 我在玛丽加的时候 我最爱看的就是 它有一个Discovery的单独的一个频道 然后Giography 你还看公式呢 我没有看公式 我记得2月份的时候 我提醒周边的人说 大家都不太在意 也没有把那个口罩戴上 后来越来越严重大家才会在意的 我们现在反推过去可能有效 但当时绝对没有人会主动戴口罩 心里很难受感觉 对 心里很难受 对 心里很难受 起因的地方是新发地 对 因为正好我们家离那边挺近的 离挺近的是吗 但是新发地 你知道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这么一个地方 对 相当于我觉得这些有几个住地市场 那么大的这么一个地方 因为它供养了这陈北京的蔬菜 肉蛋 肉蛋所有的生活用品 都是从那儿 新发地导致 好像大家最近好像都买不到菜 对 会 周边的超市全都关掉了 就是专卖在超市 对啊 批发市场关了 批发市场关了 下游肯定又没有 然后就造成了大量的浪费 这是我看到的 对 居民要囤积食物 然后但是因为你河北的那些菜农 他没有办法把蔬菜带到城里面 他们会烂在地里面 对 然后因为我妈妈住的比较近 然后这些菜农他们临机一动 他们其实在路边就先处理掉一些 因为他们是一个大卡车 一个大卡车进来的 你要是卖不出去 或者是没有进入下游市场的话 那你就是 好可怜 对啊 就乱在车里头 从很远的地方 山东啊 山东啊 河北啊什么的 北京菜市 从全国各地运到新发地 然后在敌中的做分销 再批发出去的 是这样的处理的 所以他那个地方的人流量是非常大的 非常巨大的 好像新发地有几十个人确诊了 在北京好像是已经停课了 有些办公场所已经也停了 现在又回到二月份的状态了 恢复正常上下班大概是在四月份左右 大家就陆续的回到自己的办公场所 对对对 然后我的社友其实当时在医院上班 然后他们也正常了 然后他今天的时候突然就接到了上面的信息 此刻开始就先不要来了 让他们这一回是在家办公 我的天哪 这么这么 很紧急 很紧急了 对很紧急了 就是新增出现了 大家都好紧张在家里 然后我一个人 我可能没有意识到 然后还出了七九八想去看个展 然后我发现七九八 七九八其实就相当于台北的华山文创园 或者高城的博二艺术区一样 就是平常是人挤人 然后就算没有人去看展 也有人在那拍照片 对不对 永远都会有年轻小姑娘或者小朋友过来拍照片 那天一条大街上五个人不到 五个人不到 你就感觉像进入了一个空窗一个鬼窗一样 那天我去商场买东西 我也是做好了各种房货 因为必须要去买那个东西 去IKEA 几乎没有人 也是没有人 一家没有人 一家床上没有人 我都很震惊了 床上有人 床上居然有一两个人在这睡觉 你知道吗 一家床真的很 我觉得一家床是用生命去换的 我感觉是真的 为什么一家床上有人 韩桑嘛 他的小区就被封了 为什么呢 是因为他小区有一个人感染了 所以他小区和他周边好像都被就是隔离了 他们是出不去的这么一个状态了 然后还有他的朋友 是因为经过那个新发地 然后好像路过下车了一下还是怎么样 因为我们都有一个码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码 然后那个码会记住你所有的轨迹 然后你所有干了什么都都知道 然后我们那个如果你要是去过了新发地的话 你那个码就会变成那个黄色 对我们正常应该是绿色 就是可以通行的颜色 对 有三个颜色吧 绿黄红 黄的是居家隔离 红的就直接拉走了 应该是 大家也不要太盲目的去乐观 是的 也不要盲目太紧张 因为我有一些做生意的朋友 他是比较乐观的 他一开始都比较乐观 导致了他做了一些比较错误的决定 和错误的投资 不要发益情财 他就是在特别乐观的时候 做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投资 然后导致现在好像人都不见了 对比较难以收场 赔了好几百万应该是 房子都没了 还有别的朋友也做了 或者说马上要做投资的 就是做一些比较线下的投资的 其实大家还是谨慎的 我觉得把钱拿住还是很重要的 因为疫情造成了失业 还造成了失恋 因为好多人见不到了 就会产生一些隔阂 简直三无 你知道没有男朋友 没有工作 没有未来 一定要保留与人相见的欲望 线上不够的 真的不够 线上会产生一定隔阂的 对我当然觉得了 因为你要纯粹靠语言 表情包也是不够用的 不够用 而且我觉得有时候会产生一些矛盾 会 你传他意思没有充分的传达给对方 然后对方寄出了错误的信息 然后你们俩的争吵完全没有意义 对 对吧 鸡头鸭讲 没有当面的face to face 对 你能看到我的表情 看到我的身体语言 真实的状态 对 你可能就不会误解我的意思了 对 我还是相信会过去的 天航做到第三 三期临床了 据说三期临床了 这是一个好消息 算是好消息 算是好消息吧 其实总有一天吧 总有一天会 所以从这个 社交隔离的状态中 期待那天吧 大家都能在家好好保护自己 还有保护自己身边的人 自己爱的人 我觉得还是挺重要 Stay home stay safe 期待早日能够再回到台湾 去台湾玩 跟大家相见 因为因为我看过Ted有一期 有一期介绍了抑郁的这么一个 就我不是说我要抑郁啊 我说因为我看了期Ted 然后Ted说你真实的抑郁 其实是因为你在这个环境中 所造成的 但你只需要换到一个环境中 脱离这个圈子 然后你脱离到另外一个圈子 你可能就会有不同的 转移助力 不同的一个状态 就跟我们每年会去台湾 或去日本一样 所以你到了那个地方 你发现你 可以有一个制空状态 一个重置键 真的是一个重置键的感觉 然后你又是一个 你感觉到的身体也好了 精神状态也好了 睡眠也好了 整体都非常好的 这么一个状态 就是换到一个环境的 一个奇妙的一个 这么一个现象吧 我觉得 一个闲散的空间 闲散的空间 我觉得其实面对现在这场状态 我觉得大家可以坚持坚持 因为经历过一波了嘛 其实包括我觉得医疗上面 或者中府上面 不要经验了 就可能会有一些经验了吧 我觉得就是不会像武汉那么大爆发吧 我觉得还是要有信心嘛 就是给最主要的是 给自己一个希望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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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